这也算是对得起自己名字的一家餐厅 随便一谈 真假立宪杭州西湖国宾馆 8号楼紫围厅103 外面的荷叶好好吃 看着应该挺好吃的 啥 荷叶能吃吗 能吃的 你看那些卷边的那个 那叫嫩荷叶 你都可以吃的 你好下头 连医疗风花雪月 你别人不吃了 那我做一个你吃不吃 吃 跳水冬瓜 60 10块钱一块 有筋吗 10块钱一块的冬瓜 它再有筋 不是他封了就是我封了 这个冬瓜你已经吃不出来 它是冬瓜了 一点冬瓜的鲜味都没有 这个是什么味儿呢 其实就是泡椒风产的一个味儿 上面点缀了香水苗 红黄椒粒 造型非常好看 味道也挺好的 这个菜的工艺一点不难 最难的是怎么选这么好品质的冬瓜 10块 梅酱排骨 100 入口是一个酸甜咸的口味 梅子酱的味道是有 但是没有那么重 跟我们做的那种花梅排骨还是不太一样 花梅排骨是用花梅加上糖 直接去煮 把那排骨煮的里外都是花梅的味道 它这个是排骨炸完之后 用那个梅子酱汁去煨 酱汁的味道比较厚重 不错 挺好吃的 西湖醋鱼 170 一小份 好多刺 这咋子有东西 这个我感觉应该是西湖醋鱼的相当高的水格了 从汁的颜色调味勾芡 鱼的选料很高级了 这鱼选的比扇为扇还要好 一点土腥味都没有 我刚才特意在后边扒了一块 一点土腥味都没有 而且鱼煮的很嫩 前两天咱们说楼外楼的西湖醋鱼做的不错 吃着有那么一点点的腥味 这个是把鱼的那一点点的腥味全部都处理掉了 它这个鱼的品质是可以拿来直接做清蒸的品质 太牛逼了 汁味它们两家几乎调的是一模一样 很重的酸香味 回甜 还能吃得出来鱼肉本身的那种鲜味来 上面撒这些姜米比楼外楼更讲究 正经的西湖醋鱼 上面就应该撒很细的那种姜米 隔代醋里它是飘着的 这个鱼做的很不错 可以说是天花板了 脆皮茄子 卧槽 脆皮茄子 90 这应该就是个长茄子拍个款 下锅炸了一下 表皮是一个薄薄的脆壳 XO酱炒了一下 里边咬住 这个贵 好几十块钱那一锅 这你就是贵的哪了 别的就没啥可出的了 就相当于你一百万买了个房 花了三百万装修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江南和香鸡230 李不清抢救 还有松荣 还是鲜松 菌的这种脆嫩口感和鲜香的味道 还是挺毒的 老鸡 我一加起来之后皮都发黏 咸香入味 首先鸡选的比较特别好 不是那个很便宜那种肉鸡 鸡肉本身的那种香味就不一样 咸香入味 味做得非常的透 包括外面的表皮 吃着你粘嘴 这鸡没啥毛病 这个也比那个脑便宜 我们做个总结 就是我们吃了103 本来还有9毛5的 人家给抹了 上午真的很上午 但是能让你看到你的钱 花到什么地方 菜做的一点毛根都没有 这也算是对得起自己名字的一家餐厅 待会儿 进来 摄饱 成组 得着 成组 作词 成组 由